大家好,现在呼和浩特 今天我们去体验一下这边的地铁 再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 是几号线,现在不知道,应该是一号线 这个草刚刚打好 哎呀,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的清香啊 哦,我看到地铁口了 再往前走个一百米就到了 这条路,哦,新华东街 哦,我知道了 往前,就在这个前面 这边是面朝东面 机场应该在东面 坐地铁的话,我要坐到底站 到了,前面就是地铁站一号线 只有上来的电梯,没有下去的电梯 那得走路啊 到达地铁站,我刚来,车子就走了 行吧,那就稍微等一下,让他先走 我坐到终点站是三块钱 因为我这里坐到终点站,一共也就五站路 嗯,刚才我是买票进来的 因为现在九点多嘛,我把现在下一站 看完的话,再去那边来来回回的路上 光路上估计都要一个小时啊 长途加慢游 特别的远 嗯,地铁还是可以的,够宽 而且座椅也比较好 它上面有这个 有这个座垫 它是薄绣缸的 但是它上面有这个叫什么 有那个座垫 这个座垫它就坐着不凉啊 不然的话,太凉了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行吧,我就在这边坐一下了 下车了,到达终点站这边了 哦,人不多啊 这个外面有个大窗户啊 哇塞 这个窗户很亮 这边还有一个更大的窗户 往这边走 过来看一下风景 哎呀,我就喜欢这个感觉 人少 知道吧 人一多乌央乌央的 不过这个确实也太安静了 这路上一两车都没有 这前面还是到头了呀 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有车啊 看到没 G6 你看一下前面那个车有多少 哇塞 我这里还不是终点站 我是在终点站前面的一站下车了 看来前面人比较多啊 这边也有一个大窗户 擦得比较干净 看一下远处 刚才好像问了客户 客户说优待镇在这边 应该是不能坐地铁 可以坐公交 但是他回答的模拟连可 因为他好像也不是特别清楚 那就算了吧 我们就买票吧 远处那个山顶上好像建了一个水坝 那到底是景区还是啥 看不出来呀 宽敞明亮的大窗户 看一下这个方向 这个延伸线的感觉特别的好 地铁的话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太冷了 空调的风倒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很寒冷 尤其是他那个金属座椅 那你还想 你还想靠一下 你根本你就靠不了 那把你冷的你都 就像那个冰冻一样的 所以说这是最大的缺点 就是现在的秋天了 他还把这个地铁温度开得那么低 太冷了 如果你坐一个小时的话 估计扛不住啊 行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